嗨,我是NB大熊MatchBear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東西呢 是扭蛋 總共是10種 那今天陪我們一起開箱的是 鋼之煉金術師的 愛德華愛麗克兄弟 的黏土人,我們繼續開箱下去吧 為什麼我們一開始 拿出來的是卡比獸呢 因為有去轉了 Pokemon,看到打開就知道 重複的,所以就打開來 先看,所以這顆就不用打開了 這個是環保扭蛋系列的 Pokemon,這個很可愛 謝謝,我可以轉了 掉了 而且它的組裝方式非常的簡單 它轉下來的時候就是長這樣 然後它的手啊,頭啊,腳啊 全部都會塞進蛋殼裡面 它這個就是蛋,然後轉出來就長這樣 然後你打開了蛋殼以後 就是這裡把它打開了以後,東西拿出來 然後全部裝上去,就變成卡比獸了 這隻卡比獸,超可愛 接下來要看的就是 迷你Q 我就是為了迷你Q才轉這一蛋的 還好三顆就讓我轉到了 環保轉蛋呢,就是像這個樣子 將它給打開 打開了之後呢,它的內部呢 就是會放了 接著再開收到的組裝 像這樣有卡孫,這個地方有卡孫 把它給裝上去 然後再裝到另外一個蛋殼的時候啊 記得先看清楚這個東西 是不是有像這樣子的一個卡孫 如果沒有的話像這樣子 是插銷式的,就可以直接先把蛋殼先裝好 裝好了以後呢,再把它的耳波給裝上去 裝上去以後,迷你Q就完成了 超簡單的吧 這個東西很棒,而且超級簡單 大家應該都不會覺得很難處啦 我是為了這一隻超可愛的迷你Q才轉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裡面到底有哪些吧 這系列的扭蛋呢,除了我的 迷你Q 以及卡比獸以外 它還有 小隻的字雞 跟 碎碎的皮卡丘 這隻睡覺的皮卡丘的朋友 轉到超級可愛的這一隻 如果喜歡皮卡丘的一定要搜 可愛到不行,那讓我們的 迷你Q跟卡比獸一下到旁邊吧 接下來我們要開的呢,這兩個 我們都一系列一系列的開好了 因為我都沒有轉到一整套 就是覺得差不多了 就收手了 不然 如果以我的非洲 非洲運 如果要騎到這套真的是 緊要被開開了了 這一顆 我朋友幫我開過了 就是因為開到這一顆 好像後來才又轉到另外一顆 不過我本人沒看 因為是請我朋友看 我想要跟大家一樣 一開始就享受到 胎扭蛋的刺激感 打開囉 這是什麼 是一隻扇子 這扇子還蠻可愛的 可以收 可以打開 造型不錯 不過這個是 有點像塑膠紙的才不錯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這一個 它這個是 捲軸 很像日本忍者的捲軸 可是沒有抽到 想說這樣就好了 不然會失心縫 冷靜一點 不過它的貼紙啊 要自己貼喔 它有給一張貼紙 登登 這個貼紙的部分 我們現在來貼一下好了 經過了一番苦戰以後 終於把它給貼好了 那 這裡很悲劇 貼歪了 其實這一整個 都貼得有點歪歪的 不過 它貼紙的質感做得很好 所以就算有貼歪 看起來也還不錯啦 而且它這個 一點一點的 這個是浮雕喔 這個不是 不是用 顏色去區分 這個是真的浮雕喔 它做浮雕做到整個 那個 它的貼紙的紙上面 都是一點一點 它可能是 整個貼紙做好 然後才從後面打上去的 做得還不錯啦 我們來打開看看 剛剛的扇子吧 誒 部隊扇子在這裡 那裡面是什麼東西呢 登登 喔 是愛德華的武器 這個東西很棒 可以拿來收藏一些 念圖文的小道具 或者是轉蛋的小道具 也都不錯喔 現在只開了一個 那剛剛另外這個 是什麼東西呢 Open 喔 是亮晶晶的 金銀財寶 非常晶晶的 金銀財寶 登登 等一下 這個金銀財寶裡面有 這個燈耶 這幹嘛的 誒 剛剛這個沒有耶 就只有這個燈嗎 這個 喔 放在裡面的話 喔 裡面的金銀財寶會發光 這個會發光耶 好酷喔 太炫炮了 太炫炮了 會發光那個金銀財寶 哈哈哈哈 哇 我原本還想說 我朋友跟我講說 轉到這個的時候 我有點小失望 然後才轉了這個扇子 結果原來 它不像之前的寶箱 就是比較沒誠意 就是寶箱就是也是這樣 可是它裡面就沒東西 這個裡面居然有燈耶 OMG 這個燈很值得 可以耶 好酷喔 太炫炮了 至於貼紙嗎 我 我還一直在貼囉 我們接下來要開什麼呢 那我們來開 只有單一個的系列 因為我轉出來以後 我從蛋殼裡面就看到這個東西了 就是我這一組想要抽到的火伴喵 看到火伴喵就是 會心癢癢啊 不抽不行的感覺 呵呵 就給它轉下去了 嘎嘎嘎嘎 轉到了第一顆火伴喵以後 立刻放棄 因為 就是為了抽它 才抽的 哇 看來是火伴喵耶 火伴喵 可是它臉怎麼有點走真 呵呵呵 可是很Cute 我可以把它給這樣子掛在我的背包上 剛好我之前 原本舊的火伴喵已經有點 顏色都快掉光光了 剛好可以換這一隻上來 這一組牛蛋裡面 總共有皮卡丘 衣布 火伴喵 然後還有 穿著熊 跟這一隻不知道是誰 呵呵 有想要掛掉是在包包上面啊 然後又有那種 吊起來的感覺的 這一系列很值得賺喔 那另外一個單科的是什麼呢 這一個好像也是陪朋友一起賺的 因為那個什麼 我的英雄學院啊 真的這部漫畫還蠻好看的 然後裡面 總共的角色呢 有 這個 是小包包 裡面有 綠谷 有爆豪 立日 交動 天災 梅雨 然後切打 跟 老師 老師 One for all One for all 我朋友第一個抽到的啊 是他最賢要的爆豪 然後他抽到以後 他就想說 幫我試試看會不會抽到 One for all 一抽到以後 他就往蛋殼裡面看進去 然後就看到了 這裡好像是他的臉 超級興奮 送啦 出文啦 是我最喜歡 超帥的大叔 One for all 其實這個小袋子 裝不了什麼 頂多就是裝了幾個零錢 可能出去抓娃娃機 或者是轉蛋的零錢 不錯啦 不過要裝一些其他的小物什麼的 他的保護性就不太夠了 因為他很薄 他超薄的 嗯 光是有 One for all 就夠了 最後的重點 來了 就是 卡麵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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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的卡麵賴打的環保扭蛋 第一次出環保扭蛋的卡麵賴打 而且好久沒有看到卡麵賴打 這麼可愛的扭蛋了 這一定要轉的 不轉可以 這一次呢 這一組扭蛋總共有 死亡 電王 摩摩塔羅斯 以及就是他的變身 然後另外一隻呢 就是Double 其實四隻都是超級人氣角色 不過我最想要的其實是電王這兩隻啊 不過呢 這一次的 2019的 死亡的 播出也做得非常好看 所以 轉到位是非常的開心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打開裡面到底長怎樣吧 這個跟剛剛的 Pokemon的 狂保轉蛋一樣的 就是 他也是把外面的蛋格 打開了以後 身體的各個零件都會充滿 要把零件組裝起來啊 他就會變成一隻超可愛的小模型 這樣就組好了 電王 而且他頭是可以扭動的喔 超Q 而且他上色一點都不馬虎喔 電王的銀色這個漆塗得還蠻好的 這個有點帶金色感覺的那個 金蔥的漆也不錯 然後整隻的銀色漆都上得還蠻漂亮的 很棒耶 那我們接下來另外兩隻就快轉吧 三隻都組起來了呢 這一系列的上色都還蠻好的 很細緻 有認真在做這個上色的部分 而且環保扭蛋有一個方便的地方就是啊 平常我們可能想要擺成公仔 那今天我們想說就把它收起來好了 可以把它拆開 然後把身體的零件都放回去 裝起來 最好是在拿一個小袋子或什麼的 裝起來然後就可以放著 就不太會那麼佔空間 而且也不用怕說零件會噴掉或是弄丟 這還不錯呢 摩摩塔洛斯的部分 它的上色啊 雖然它是Q版的 可是呢 它卻有把那個 有點像異形啊 或是邪惡感覺的地方做出來 真的很認真啊 我很喜歡這一系列 超Q 耶 開完電王以後 我還忘記說我一個東西沒有開 我這個東西沒有開的話 我還為什麼要請愛德華兄弟來呢 就是這個東西 將將 這是一個小小的小背包 而且是貓貓的背包 為什麼要轉這個呢 來囉 將將 這個背包的用處就是給黏土人背上去 登登 超可愛 而且如果說 想要幫他們裝東西啊 這個泡泡是真的有功能的喔 它不是只是做一個造型 然後裡面真的是可以放東西的呢 可愛又兼具實用性的扭蛋 不過呢 因為愛德華 它的後面有長頭髮 它的海螺麵包被我拆下來了 它裝著海螺麵包 我實在沒辦法幫他把背包裝上去 哈哈哈哈 其實它這個背包 它的大小做得還蠻認真 就是很大 而且它這裡是有那個彈簧線的 那個有點像彈力神的繩子 所以 就算給像阿爾這種大隻的黏土人背 也是很OK的 也可以做出更多其他的造型喔 這個東西如果有看到的話 也可以扭一顆來做收藏 而且它還有另外一顆阿 是背包 然後後面還有兩個小惡魔翅膀 超可愛的 我沒有轉到那裡 嗨我們又見面了 我是MP-Muchbear 今天我們看下的東西 超豐富的 很多扭蛋 等下影片結束阿 我會放上 這些扭蛋阿 跟黏土人阿 一起合照的照片 讓大家欣賞 然後順便看看有沒有想要去外面 尋找這些扭蛋喔 那接下來就欣賞我的照片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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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